接下来一公升的宝特瓶 竟然可以变成灯泡 菲律宾有很多贫穷家庭 没有钱来负担电费 好在有人发明了宝特瓶水灯 照亮很多家庭 在瓶子里头装满了水 还有漂白剂 再利用阳光折射引进屋内 马上屋内的亮度 就相当于60瓦的灯泡 这样的灯光成本几乎是零 老婆婆高兴喝彩 因为原本黑暗的房间 总算亮了起来 小朋友站在妈妈身边 喜悦挂在脸上 因为在菲律宾 许多像这样贫穷的家庭 根本没有钱付得起电费 所以总是活在黑暗中 幸好现在有了好帮手 就是这个看似平凡的宝特瓶 竟然能变身为灯泡 照亮居民 先把铝板裁切一个圆圈 可以放进宝特瓶的宽度 再以年交年劳 然后在宝特瓶当中加入水 还有漂白剂防范细菌滋生 最后放在屋顶小洞内 就大功告成了 几乎零成本的宝特瓶 水灯其实是利用太阳光 透过折射来照亮室内 至少可以使用五年 提供相当于60瓦灯泡的亮度 不过这项发明 只能在白天使用 尽管如此 对于菲律宾的居民来说 这一公升的光明 已经照亮他们 带给他们希望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好